罗邦祥 一个受习只有四年多的亚特兰大基督徒 他没有显赫的神学院文凭 只靠着一枪火热的心 奔赴着一枪火热的心 地步到遥远的夏威夷 关爱社会最底层的农民 并历尽艰辛的创建教会 将福音传播到偏远的广袤农场 罗邦祥拥有一个传奇的人生 从激情学生到偷渡客 从亿万富豪到一贫如洗 从艳势彷徨到呼召重生 让我们走进罗邦祥 观众你们好 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来讲一个我的人生故事 是不一样的人生 这个人生就是神在我身上做了一个大大的工作 可能你们没有经历到 但是我经历到了 我给大家分享 感谢赞美主 我来想一想 我是从哪里来的 首先告诉大家 我是从浙江台州大成岛出生的一个渔民的家庭 后来慢慢的我回到了上海 因为我妈妈是上海的 在上海成长以后 我读完了大学 然后是一个建筑公司工作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学的专业不够理想 我又去上海工业大学 读结构力学 那是88年 但是时间不凑巧 89年六四运动来到了我们当中 所以作为一个青年 那个那个血气刚强的青年 就参加了这样运动 参加运动以后呢 那是在89年的五月份 有一次我带着很多学生 去了一个共和路 延长路的交叉口 就上海工业大学的门口 去把交通堵塞 那因为我们六四运动是 讲的是民主 反腐败 但是我带着学生的口号就是要反腐败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自由 当时我们带了学生去的时候呢 我带了一帮人在共和路的路口 我负责是交通的堵塞 但是我们的同学们 他们都躲一躲 走一走 还是交通没有堵塞 然后呢 我一个人呢 我就把那个当时的那个交通 就是那个客车 户车啊 就是那个公共汽车 有一个气门 轮车上的有个气门 我就把它拔掉了 拔掉以后 连续拔掉两三部车 那真正的交通就堵塞了 那个时候我就出了名 为什么呢 警察只让便衣都在周围 他就盯着我了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 我就被抓到了 抓到以后 当天晚上就把我送到了 那个那个 这个徐会区的一个派出所 说我 捣乱治安 因为在牢里啊 大家都知道 做过牢的人都很清楚 牢里面的饭子难吃得不得了 软不软吸不吸 硬不硬 软不软的 但是我呢 最习惯吃硬饭 我 软饭我不吃 所以吃不下去 没有办法 所以只好低头 所以说真的圣经说 说冷冷的犯了罪 亏欠的神的荣耀 就是最冷 这么一滴滴的看不住 就这样 我就写了保证书 后来我做了二十三天老 帮我放了 放了以后呢 我的公司被我开除了 然后学校也被我开除了 所以当时我的户口 就迁到了街道办事处 那街道办事处 变成个无业人员 那无业人员 大家尽力过吗 真的 无业人员是很难的 那个时代 那个因为就是那国营企业 私营企业非常少 就找不到工作 那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很多的出国潮 好多好多人都喜欢 那我好多同学去斯里兰卡 那斯里兰卡党战啊 他们都愿意去 巴拿马 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建交 什么斐济 都没有建交 都他们的签证都来了 那我就很痒痒的 心里是 哇 我要走 但是当时呢 我想去的是新西兰 结果我从台湾的一个亲戚 帮我寄了一万美金去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留学 结果我要办那个护照 但是护照 那个年代是要正审的 要背后的正审 那我不可能有正审 因为街道办事说 不可能跟我写这么好的一个 一个背书 所以我没办法 我就把户口签到了农村 当时我老婆帮我签到一个 湖北省 宜昌地区 高阳 那个新山县高阳镇 签到那个地方 到现在为止 我的户口还在那里 跟王昭军在一起 四大美人 在那个地方 我以为办到护照可以出国 结果当时的警察告诉我 那个出路警官里出的人告诉我 他说不可以 因为异地的户口 签到这里要三年 那我三年 我一贴都待不住 我怎么可能待到三年呢 对不对 后来我没有办法 我跟上海的有一个 有一个人一起策划了一个 我们要去 怎么样出去 我们七到八到去 去哪里呢 去台湾 我以为台湾是民主国家 他可以接受我 然后帮我送到哪里呢 送到那个欧洲 法国 英国 我就是送到书亚利也行 接下来送到俄罗斯也行 结果他都不送 我们从平潭岛 那是90年的五六月份 那个时候台风巨节 台风巨节 从平潭岛到台湾 那到台湾的时候 实际上那一天 我们只花了四个半小时时间 就到了台湾 哇 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船上面有五六个人 那台湾的阿兵哥 因为我们是傻瓜嘛 我们就往大陆走 那别的偷偷客是往小路走 我们以为我找到大陆 就找到那个司机的家 就找到一个地址 就帮我送回家 因为我家里好多人都在台湾 结果呢 我们走大陆的时候 阿兵哥 卡兵枪一拿 就不许动 我们就抓到了 抓到一抓到 就不得了 帮我们送到了台湾集中营 就是台中的一个集中营 关了好多好多中国来的偷偷客 那个时候一关 我就是好几个月 然后那个 其实实际上台湾 他们的那个集中营对我们都非常好的 身体检查 食物 吃饭 还有看电影 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唯独我 给另外一个人 他们以为我们是特务 花了好长时间调查我们的背景 因为你来的太快了 四个半小时 那个如果说 都这样像你这样的四个半小时 那解放军就解放台湾 太容易了 但是他们真的很谨慎 我关在那里 关了大学将近半年 到了 那个 90年的大年三十左右 快要雇年了 因为中国红十字会 跟台湾的红十字会已经断交了 因为那为了六四运动 已经断交了 所以把我们送回去 不容易 但是因为中国不内接 红十字会不内接 他们呢 已经通知红十字会了 所以呢 他们走之了 有一几条小船 渔船 然后呢 把我们放到军舰上 从那个军舰上 送到 就是那个 台湾跟中国比较近的 叫金门道附近 金门道附近 然后呢 他们就 把我们又放回到那个渔船上 让我们四季回去 实际上四季回去 中国那边 早就已经盯着我们了 然后到了船上面以后呢 到了那个 那个金门道左右的时候呢 让我们四季走的时候 那金门道的那个兵啊 炮向我们那边挡 就是说 意思就是 要我们不要 再回到那个 那个 海域 你们要往前走 好 等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中国的军舰 就帮我们围住了 让我们所有的陀陀客 一百多人 一两百人 就上了军舰 上了军舰的 那个那个以后 就把我们送到了马尾港 马尾港是福州的 送到马尾港 那天晚上 在大年三十 已经是 不到晚上还到 大概是 五六点钟吧 六七点钟吧 那还没黑 那几乎所有送回来的人 都已经走了 然后就是我一个人 那警察就一个人 警察说 那你也去回去啊 我也可以回去啊 你可以找个担保人 担保就可以 离开这里 我也可以回家雇年 我说 我不是上海人 我又不是福建人 他说 那找一个人担保啊 我说你帮我担保 我说 我有一个戒指 我就可以持 两千多人民币 五百人民币 担保嘛 你就够了嘛 好你给我一百块钱的 那个路费就可以了 其他通通给你 那个警察就帮我担保了 就帮我放掉了 放掉了以后 我去了那个一个朋友家 然后呢 他帮我买了个火车票 我去了上海 回到上海以后 老实说上海一定会找我的 因为我以后 户口是迁到农村去了 但是因为我的事情 在那个地方发生 那这一次 如果说 如果有种台湾回来 那他一定会找我 但是感谢上帝 我老婆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帮我从一个办不到户口 办不到护照 然后呢 办了一个公务护照 帮我派到了马拉加之家 就是这次回来 这次回应该找你的 影片 你再看